中華隊就是我們的奧運代表隊 不論是為中華隊加油 或者為台灣加油 都是希望選手有好的表現 能夠為國爭光 此時此刻不是搞正名運動的時候 正名運動是2018年的時候 那時候有所謂東奧正名的公投 當時候蔡總統 還有賴院長 你們也都沒有公開支持 所以這個時候 拜託我們的政府 應該多照顧選手的待遇 不要再拿這一些意識形態的問題 來製造紛擾 讓選手分心 這個時候最重要的 政府該做的事情 就是照顧好我們的選手 給他們最好的待遇 讓他們有最好的表現 而且應該讓國人團結一心 而不是拿這些問題來分化國人 而且讓選手分心 可見這個疫苗覆蓋率 不只是台灣能否群體免疫的關鍵 更是未來台灣能不能走出去的關鍵 從我們的邦交國柏柳這個個案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可以開放給對岸跟港澳 但卻沒有開放我們跟柏柳之間的 這個旅遊泡泡 那也可見他們的擔憂跟擔心之所在 那這樣子的做法跟案例 會不會也到時候有其他國家類比 這可能恐怕是我們要超前部署的地方 也要趕快思考 如何把疫苗的覆蓋率在短時間內提高 那當然這就關乎到 我們有沒有足夠的疫苗 還有疫苗的到貨率 這些都會影響我們未來整個施打的一個速度 還有整個疫苗的覆蓋率